才会衍生出双面带子的惊人外貌 长大后更是变成吓死人不偿命的恐龙骨 不过这里让人惊叹的生物奇迟一种 队员马上又有发现 哎 蝶子蟹 蝶子蟹快点过来啊 看到吗 它要跑了快点 蝶子蟹 快点 它趴好快哦 哪里 这里这里这里 蝶子蟹 哎 蝶子蟹 对啊 你抓起来看看 我不敢抓 好 哇 很大 我来 哇 好大只哦 这个 哇 哎 马兄 我倒要问问你 你觉得它是椰子蟹吗 椰子蟹 是蟹 可是不是椰子蟹 这是很大的蟹 当然不是啊 不是椰子蟹 当然不是嘛 不过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这一只寄居蟹 你看 对 它是蟹蟹 对不对 对对对寄居蟹 你看它这个壳 这个壳很漂亮哦 对好特别 可是你知道吗 它是化石哦 大概是一万年前的 一万年的 嗯 真的吗 对 哇 好老的 酷哦 而且这个缘分很特殊哦 一万年前 然后它死掉变成化石 那裸露出来之后 现在可以滋养这么漂亮 这么大只的 露生地居蟹 对啊 哎 你觉得它知道吗 它当然不知道 它的架好特别 你知道吗 看着它背的巨大贝壳化石 马修忍不住惊讶 这小生命 住的房子 可真是古老 这种栖息在海岸丛林的 露生短碗寄居蟹 有美丽的紫色大鳗 经常让人误以为是 背着壳的椰子蟹 而它的壳 更是决定提醒大小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这么大的 hermit crab在这边 哦 因为其实哦 它这里的环境比较好 比较少人干扰 所以它可以慢慢长很大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 它这个壳 因为壳会限制它的大小 它有越大的壳 它会长到越大 如果我给它那个 奥特拜的安全帽 越来越大 很大 对 它就可以慢慢长大 而且它这个 它长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它尽量要少人干扰 贝壳对寄居蟹来说 真的不只是一个家 它终其一生 要不断找更大的壳 才能让自己更强壮 然而马路常常让寄居蟹 死于非命 人们留下了垃圾 居然也会变成它不得已的窝 人为干扰 常常让他们无法好好过生活 马修边往前走 也一直在想 如果这里盖马路了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看这个 这里是我们这里 最靠近海岸线的一个小辖角 我们这里的人叫它 小的鼻子 小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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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只要台风季节 只要台风的话 大浪就直接打到山坡上 所以台风的时候 大浪可以到这边吗 真的 可以打到上面 你看 那些木头都是大浪打上来 对对对 是不是很靠近这个 已经靠近山这里了 台风的力量好大 大自然的power 非常的大 对啊 马修 小赖 这里有东西过来看看 你要什么 过来就知道咯 什么东西啊 来了马修来了 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看我们从这里到那一边 这些木头 高流木 很大片的 有没有发现它们全部集中在一条线 这个叫高爆线 那这个线代表说 第一个台风 台风的那个侵袭 会到这里来 好大 对所以说 这也代表说你看我们这个潮间带 潮间带非常的窄 对 非常的窄 所以这个潮间带窄的话 如果开公路 它会往山头上开 更上去那个山 它很多土石会冲刷下来 然后我们这个潮间带就会不见 就如同凯婷说的 潮间带是指海水高潮线 和低潮线间的区域 是滨海生物的栖息地 许多物种都在这里觅食休息 如果为了贪图盖马路的便利 而破坏潮间带 就是破坏其他生物甜美的家园 所以呢 开路的时候 因为路一定在山上 对 要往上一点 所以应该全部的山的连 就不见了 对 对 好恐怖 会鬼龙啊 对 因为这片山壁不稳定 所以它那个土石一冲刷下来的话 这一块我们现在占的这一块 就不见了 还有应该有一些动物需要去海岸 会去山对不对 对 重点 东部海岸 它是很多很多的生物 它可能长大的时候 它在陆地上 可是呢 它要到海里面去生下一代 所以一切断的话 路一开一切断 没有 我觉得 一些人觉得山是山 海岸是海岸 但是就是真的 全部的生态系统 对 对 连在一起的 不行 不能切断 给我你的刀 OK 比方说 你的头是山 这边是海 对 这是海路的时候 对不对 小心 真的 你真的 你剪下山台系统 你看 就断了 当然不能开 所以彈下去就死了 你要试试看吗 不要开路 不要开路 对不对 你这比喻很好 太危险了 小心一点 如果马修真的用刀划破脖子 海亭一定是当场一命呜呼 而公路新建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会切断滨海生态的脉动 很多生物都会变成车轮下的牺牲者 我们也看不到波光闪烁的海岸 以及漂亮又可以消暑的溪流了 马修 快点啊 好舒服哦 你们在哪里 老修 快下来啊 好舒服 漂亮 好舒服 快点 好舒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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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好 好 让我 让你让你 快点快点 嗚呼呼呼 嘿嘿 呀呼 呃 哇 Come on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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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炎夏日 再也没有比泡在清凉水里更痛快的事了 不过这条溪算是许多淡水生物的栖息地 也是凯庭眼中最重要的搜寻地点 当众人正享受着清凉的吸水事 他却已经发现一个重要的生物 诶 在这里 在这里 快快快快 在哪里 等一下 等一下 什么 动作要轻 要轻 慢慢地 在这里面 里面 在这里面 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你知道 我刚刚翻过了 我不打扰它 我先翻开一点点给你看 你看 快点 帮忙 跑掉了 快点 快点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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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看 哇 你看 终于抓到了 你知道吗 这一只螃蟹 非常非常的难找 真的有很 魔力的感觉 但是如果开路的时候 魔力的感觉 不见了 不见 没了 海角乐园的最终站 蕴含大自然最精妙的鬼斧神工 更有举世罕见的稀有生物 我们即将见证 台湾最美丽 最特殊 有没有公路的海岸线 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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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我放给你看 在这边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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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看过螃蟹在里面 对 因为这里它有躲避的地方 所以我刚刚你们在玩水的时候 我就开始找了 所以天气很干的时候 它可以住这边没问题吗 没有问题 它晚上就会换地方 因为这里接近河口 所以它现在要到海边去掺卵 耶 哇 哇 可以把它打开了 像那个开肉粽一样 开肉粽 开肉粽 不要不要不要 对对 小心喔 哇 大只的 对来 你把它抓住 对 Yeah Good 哇 就是它 就是它 它是住宿上的螃蟹 住宿上的 对它的特征 你看它的Lab 它的脚 特别的长 So long 特别的长 对 然后它那个这里 这里有Hail 它的毛 防滑 防滑 止滑用的 止滑用的 因为它爬在树上 它爬在树上 它树上会滑 树上会滑 所以它开有这个 很像我们穿鞋子一样 这种保护色很好的螃蟹 现在叫做攀高种虚蟹 特别喜爱积水的树洞 为了寻找合适的家 不论多高 它们都会毫不畏惧 勇往直上 不折不扣 就是螃蟹中的人者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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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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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的颜色特别 不是那个红色或蓝色 它要躲起来 躲起来 躲在树上 这样它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有个保护色 它的脚特别特别 好痛喔 特别木头的 是吗 对 它这个脚的尖锐度 很像我们在爬山穿那个钉鞋 钉住就很稳 为什么它在树上 喔 这是个好问题 因为一般的螃蟹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蟹 都住在水 对 或旁边 对 不过非常非常少 会住在树上 所以它呢 Evolution 进化 进化住在树上 它没有竞争者 对 它在树上等于是个Lion OK 它是在树上 居然有进化到住在树上的螃蟹 现场 我看大概只有凯霆 不觉得惊讶而已吧 凯霆说 这种螃蟹只有在肯定有稳定的族群 因为习性特殊 不容易发现 所以很少人看过它 不过凯霆的目标 居然是另一种更少发现的忍者螃蟹 它住在岩壁上擅长飞檐走壁 而它最厉害的绝招居然是 跳水逃生 快点 帮忙 跑掉了 快点 好 这里 回过去 我发现我们要找螃蟹了 可是 它跳到水里面 水里 等一下 OK 安静 让那个水可立而来一点 所以现在有点浑浊 诶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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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不是 虾子 是虾子 螃蟹 螃蟹 它是一种螃蟹 赶快找吧 住在海角乐园的螃蟹 诶 怎么个个都这么厉害 但是马修最大的疑问是 它到底有多特别 唯有先找到它 才能揭晓答案 我们翻石头看 翻 诶 在这里 哎呀 跑掉了 跑掉了 你帮我找一下 帮我找一下 等一下 好像在我脚里 等一下 我踏住了 你踏到它 对 别把它踏扁了 真的吗 有 有 等一下 等一下 抓到了 我抓到了 有吗 我抓到 真的假的 我拿给你看 哇 你看 终于抓到了 你知道吗 这一只螃蟹 非常非常的难找 真的 非常的难找 因为 它很讨厌 它很扁 然后它躲在那个岩石上 那它如果遇到危险呢 它就 跳水 真的啊 对 它就跳水 你看 比如说 这个石头 然后你看 趴在上面 对对 看不到 看不到 然后你就找不到了 它好厉害 这种长得像蜘蛛的螃蟹 保护色实在是太好了 而它会让凯婷这么兴奋 是因为它在墾丁区域 算是新发现的物种哦 它的名字叫梯形肿虚蟹 这是中文的名字 它前面的手很少 很小 因为它是个girl 母的 它是girl OKgirl它就是有个很小的 那boy它就比较大 然后这种螃蟹 它一辈子都住在岩壁上 很多人其实都会想说 哇 螃蟹 因为它圣诞一定要到海里面嘛 非常好找 可是它就不会 这就是它很难找的原因之一 哇 它圣诞的时候 妈妈就把蛋丟到河里面 然后那个蛋随着河水到海里面 真的吗 嗯 对 所以太太丹丹那个溪流 带丹回去 海里面 海里面 哇 酷 然后小小孩来了 他们要回来 一定会来 一定会 真的吗 所以他们一定 他们必须找到河里面 要回来 他们必须回来 对对对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可是他们有足够的环境 他们有特别的 能力 能力 他们可以比方说那个 嗨的水 他们知道 新鲜的那个水 水的味道 水在这边 对 水的味道 喔 应该在这边 可以吗 这个齁 我不知道 不过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尊重生物的地方 梯形种虚蟹是全球罕见的西游种 在台湾也只有宜兰台东曾有发现 墾丁还是近几年才发现 他生活在这个没有公路到达的地方 发现这么特殊的螃蟹 让马修带着满足的心情 跟着小赖来到海角乐园的最终站 马修 好厉害的地方 那我跟你说一下 这里就是我要带你过来的海角乐园的最终点站 对啊 墙石头在哪 在哪里 都是 真的吗 嗯 这边 你有听到吗 等一下 那是你装的啦 拜托 那个墙墙的石头 你骗人 我没有骗你 你骗我 我没有啦 是因为今天的风向不对 对啊 因为今天的风是西南风 不是太下的风 石头真的会唱歌耶 原来在海水和风常年侵蚀之下 这些岩石被琢磨成鬼斧神功的造型 当东北风吹过时 就会有风切声响 宛如一首首美妙的歌声 虽然今天石头不歌唱 让马修有些遗憾 但壮观的海史地形 还是让他觉得不须自行 每个石头看起来 你个艺术家做的 对 都是艺术家做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在博物馆里面 是不能 当然啦 当然不能在这里跳啊 就是 这个不属于博物馆 这属于大自然 对 像其实台湾有很多 这种海石地形 但是这里 唯一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看得到道路吗 看得到人吗 没有对不对 这里就是大自然 没有真的有很 那个magic的感觉 知道吗 就是大自然的魔力 比方说就是不是 那个今天的时间 或很老的时间 或不是地球的地方 不像在地球里面的地方 对啊 但是如果那个 开路的时候 然后 magic的感觉 不见了 没了 在这趟记录当中 马修与我们见证 海角乐园最美丽的风景 和最珍贵的生物 这一段原始的海岸线 为世代居住在东海岸的生物 保有纯净的气地 但现在 公路即将开通 或许会为人类 带来稍微便利的生活 但遭受冲击的海角乐园 恐怕将一去不复返 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我们看很多 特别的地方 然后特别动物 然后这边的地方 真的很厉害 好漂亮 真的有 magic的感觉 我 我不要回去 因为 真的好厉害的地方 还有因为 我怕 我回去的时候 然后回来 也许就是 开路的时候 所以 不一样 我真的希望 我们可以一起让这边 是那个 不可消失的海角乐园 安全的动物的家 这是我的梦想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不要回去 嘿 老师 走啊 吃饭了啦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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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了 哎呀 啊 马上 我們家隔壁有個李媽媽 她有一次問我說 為什麼大陸的金馬獎要在台灣辦 我講真的 你媽媽很有Sense 剛剛那個瓊正有提到說 因為那個命中已經得了行銷獎 跟這個最佳連續巨獎 所以可能就會犧牲調查 巧恩真的是有這樣的配票的意思嗎 因為看今年的得獎名單 同一個節目好像沒有超過兩個 真的 像我跟賀群講了說 其實你父親做的長假 在我心目中